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誰 就是比比 今天除了我之外 厲害了 請到我身邊的美少女 你是誰 請介紹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 CSOP 南方導演的Barbara 我想大家如果有追蹤開KGi的頻道 其實都有見過我們的片段 不知一次, 幾次的了 我們都是合作無間 就是 CSOP 跟我們的海姬亞洲 好了, 今天請到你來 會做些甚麼呢? 我當然會問她 我是主持人, 她多說一點我會說笑一點 好了, 我想了解一下 譬如先從港股開始 你們接下來就是在說 Long Nen 這是不是農嗎? 不是, 不要緊了 Long Nen Long Nen 南方導演對港股的看法是怎樣 特別呢? 我知道你有時掌握到資金流向的 都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 是的 其實過了農曆新年回來 投資者的氣氛就好像好一點 好美啦 你見我的聲音都大了 所以變相 其實之前我們都有分享過 其實投資者對於港股就沒有放棄過 雖然她就經常令我們失望 是嗎? 有些都放棄了 但我們都見到 譬如說從資金流 其實都在新年之前 都有些投資者是買了一些 3033 或者用槓桿鋒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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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的 有讀功課的 新年回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賺錢 可以take profit 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去到 譬如說 1萬6000點 流上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都要再觀察一下 而也都見到 可能放了價錢回來之後 其實 那個市況 情況 氣氛 都好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放心 去買一些實物的ETF 因為始終實物ETF 就是中長線部署 如果你說短炒一些的投資者 他們就可能會駁個槓桿 但其實 資金流都有些 是流入去反向做對衝 因為都怕你說 每次都叫做升完 但是都是升一陣 之後又回回來 也可能有些投資者說 我之前那些ATMXJ 全部都沒有止洩的 一直都拿著 可能證估現在 就等著它回家鄉 有時都慎防它說 真的回調回來的時候 起碼有些反向產品 所以其實怎樣去部署 都好看投資者 究竟你本身的倉 究竟是拿著什麼 但當然 你的看法 對於未來的展望 也都很重要 這個時候 都要請教一下 究竟你們 你自己 或者KGI 究竟接下來 對於 恆子 科子 也有些什麼看法呢 我們覺得 政策是非常之關鍵的 因為在假期前 出了很多不同的招 不數了 因為一數了 整段片就有兩個小時了 不數了 就出了很多招 接著 假期回來之後 大家都可能 說了兩會 所以我想 政策的憧憬和預期 是其中一個關鍵 大家都 不是說 出一兩招 可以完全把所有結構性問題解決 但起碼 衝氣咸 起碼你令到想沽的人 嘩 你隨時會出招 會不會夾一夾我 不顧著 想買的人 本身都十五十六 有出招的一個衝勁 那我不如買些 這個對短期市場的氣氛走勢 一定有幫助 希望有多些招數出 而隨著很多招數慢慢出 我覺得希望 我們都不會盲目唱好內地經濟 但的確 我們相信 有一些政策出台 不是大水猛灌 但起碼不同的招數 針對著樓市 不同的行業 經濟 股市 可以令到經濟回穩 我們初步判斷 其實如果今年 即是2024年去計 季度的經濟 不要按年計 按年計 已經扭曲了 如果你說真的每季去比較 其實有機會是 可以說是慢慢回穩 和佔入街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對市場的氣氛有幫助 另一件事 我也看了外圍 我講遠一點 可能是龍烈 如果你說內地經濟有初步的回穩 市場氣氛有改善 加上另一方面 就是美股可能會有一個減息動作 我絕對明白 減息什麼時候減 其實真的沒人知道 可能之前大家說 我從頭到尾都說不是三月 但之前都說是三月 那怎麼辦 現在可能是六月份 但大概率是會有一個減息動作 大家試想想 如果內地經濟是回穩 而美國還在做減息 當大家都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看淡 之前是一個廣股中資股 亦是說在倉位裏面 是極度極度極度偏低水平的話 會不會都吸引到少少的資金回流 我們有這個憧憬 所以我們傾向相信 全年的龍鏈可能會呈現一個先低後高 慢慢好轉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技術上來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大概在14500這些位置 14600我們做了一個雙底 亦都要這樣說 其實之前的低位就是1月22日 14794 怎樣來的呢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當然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沒有減息 那就是說是政策的力度 測過預期 是造成一個短期的低位 那既然現在有政策 是不是我們不需要試回15000點 不需要試回14500點 似乎基本因素上 以及技術上 都是支持的 不過也不會盲目樂觀 我想在就算反彈當中 一定會有些波動 有些科技股可能多蟹貨的話 走勢會波動 所以在部署上 大家都是隨意應變 但我很同意 剛才你所說的是 要有不同的工具 可能有些實物的ETF 有些是槓桿的 有些是反向的 變成是不同的市況 你有刀仔、石仔、棍 一抽東西 就拿你命三千 就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我們基本上 對農年港股的判斷 但我想問 我們也是 抱有一個稀奇 對港股 但也不能夠盲目樂觀 除了港股之外 有沒有其他東西 或者國家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我們值得去留意的呢 在今年 如果只是說國家的話 我想近期 或者是去年開始 其實大家除了玩港股 微股 又留意台股 台股 日股 也有投資者去問 去留意的 但很多時候 投資者都會留意到 咦? 本光市場追蹤日股的ETF 不是很多 而且 那些指數 未必是大家熟悉的指數 但我們南方東鷹 剛剛 2024年的一月尾 其實就出了一支3153 就是追蹤日經225指數 3153 記住 這就是最具代表的 日本指數 日本的指數 所以我們看上年 2023年 其實日股的走勢 日經的話 已經是創了一個 34年的新高 是 也跑贏了 當然了 跑贏了港股 也跑贏了納指 又或者是台股 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相 你可能會問 咦? 現在才買升了這麼多 我真的想問 我先問了 因為 都沒有介意 就是 邀請Rava上來 我們想真心交流 所以我沒有跟他夾過 我真的 和大家這麼有經驗 都不用怎麼夾 我直接問 大家都知道 日本好 都聽了 我想由去年開始 包括Buffet 入市都大家都知道 但是升了這麼多 第一 會不會太遲 或者太貴呢 第二 第二 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 日本的貨幣政策會變更 有沒有機會 收緊貨幣政策 令到日圓上升 有些人會擔心 同時問我 通常日本股票 日圓和股市是反向的 我說 如果日圓跌 就撐高日本股票 現在反過來 會不會日圓上升 有機會令到股票市場下跌呢 需要兩個 第一 會不會太貴 第二 就是貨幣政策對於股市的影響性 對 如果說會不會太貴的話 我想大家可能說 一月份的時候 你已經跟我說 不是 Buffet 這個日經已經是去到34,000 太貴了 但是大家 可能今天 我們拍片 2月22日 今天說 又看看 咦 已經是近去39,000 這些位置 所以為什麼 跟大家說 要留意日本股市 不是說 只要大家去買個股 因為你買個股 你很害怕的 個股可能 今天升這隻 第二天升這隻 我不是每隻都買中 也不是每隻都長期升 但是如果說 一籃子一個指數去買的話 無論是不同的行業板塊 升幅的話 其實裏面有225隻的成份股 你總有機會可以分到一杯更 所以 亦都體現了 可以分散到 過股風險之餘 亦都可以幫助投資者 就是說 咦 可能你都怕有時候 高位的時候 起碼有些指數的ETF 可以幫到大家 其次 我想 比比問得這個問題的話 真的你都知道 我們這一隻是沒有 一個對沖的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事件上 本身也有一些的日股ETF 但是它就會有這個美元對沖 那去年呢 就會是很benefit 因為去年美元強 是 但是 接下來就是說 當然啦 這個backtesting 看回就是以前都試過 Yen比較強的時候 那個股市有機會會轉弱 但是另一邊商大家可以關注的 就是當如果說 已經真的減息了 美元會轉弱的時候 對於非美貨幣 是否相對都會有支持呢 那而且就是說 我們用一些 譬如日元去計價的公司 譬如他們的profit 是用Yen去做計價的話 是 如果他們的公司 繼續業績是理想的 生意仍然是做得好的話 其實都會是 大家可能股價升之餘 亦都可以從而 你說用港股 香港港幣 港幣 港幣去買一些日元的資產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有一個支持在那裡 那當然啦 你說這個過往的數據 都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但是大家就可能平衡 究竟你會覺得 咦究竟那個貨幣貶值的機會 會大一點 還是 接下來他們的公司的直播率 或者看回整個環球股市 其實我們都看到 雖然上年來計 這個海外 就是流入去日股市場的資金 是創了近年的一個新高 但是仍然 買日股仍然是屬於一個低配的水平 所以我們仍然覺得 其實接下來都會有越來越多 無論是散戶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都有機會去進駐日股市場 好啊 其實我覺得 最後就不單止 只是日股和港股 不過 時間關係 我們今次說到這裡為止 我們約定大家下次 我們再說一說 究竟除了股票 這些資產類別之外 有沒有其他行業 板塊 其他好東西 可以大到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